各位同心大家午早 大家好 好 今天齁 這個科要和各位來討論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國 現實是中國看起來好像越來越強 我們台灣人是應該怕他還是不可以怕他 其實中國實際上他現在來說 跟我們的储兵隔離一樣 他要隨便幫你打 要隨便幫你親獎 在這個國際法的規定是不行的 如果他真的幫你打怎麼辦 你也不用煩惱 怎麼說呢 剛才班長有跟各位說這句話 叫做占領不能移轉租款 他說就是他幫你打 要來幫你沾而已 台灣這個土地主權也不會變成中國去 這是非常的清楚 對這個台灣的問題 最初有管理做主張的是什麼 美國 他剛才在前面我們上次有說過 在我們的老爺 我們的老爺 我們的阿公那一代 這地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的 是叫做日本天皇的 你說日本 他不會說這不對 日本的意思就是 天皇也可以日本政府的 不是 日本政府只有管轄權 管轄權 但是普通是 在這個政治上 在台灣的社會 對這個管轄權跟租款分不清楚 然後 主權在英語來說 叫做Servanty Servanty這支英語 這支英語 這支最近的一百年 這由西方傳來東方 我如果跟你說 全世界一情 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情 都是皇帝的土地 你要相信嗎 你可能不一定會相信 你說阿周 我們阿周來講 日本有天皇 對不對 中國有什麼 毛皇帝 中國是什麼 青條 外南 毛皇帝 柬埔寨 北海有皇帝 泰國有皇帝 馬來西亞 他不是皇帝 他是類似於 台灣原住民那種的部落 所以一情 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情 全歐洲 除了菲律賓以外 幾乎都是 有國王 或者是有皇帝的時代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台灣人 他不是說 對這個皇帝時 沒有了解 所以我要再重複一次 皇帝是什麼意思 皇帝是有我家的土地 當中是我的 我有租房 我可以決定說 我家的土地 要掛掉 要賣掉 還是要做什麼 都可以 但是呢 這個裡面又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隆重 隆重有皇帝 洛貝爾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 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 為什麼 到現在為止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 在反對日本 祭拜 中國神社 中國神社 你們別想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日本當時 日治時代 日本打到東南亞 賣掉 打到中國 已經打到四川 就要把中國消滅 但是 為什麼 他說 他在祭拜 建國神社的時候 跟我們兩個國家反對 一個叫做中國 一個叫做什麼 韓國 為什麼 所以你就要去研究 到底日本 他打到東南亞的地方 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日本那時候 發一個比較好 叫做大東亞共農圈 因為大東亞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差不多 列強的殖民地 你是外南 法國的殖民地 柬埔寨 一半英國 一半又法國 所以差不多是這些國家 全部都是人的殖民地 日本 明治維新醫藥 你知道嗎 他是全世界最強的 武力的國家 所以他要反對 所以你看 東南亞這個國家 在現在 沒有去反對 日本的經國神社的祭拜 沒有耶 真的沒有耶 是怎麼說 福利賓 他沒有反對 福利賓 最好是 福利賓 當時 福利賓去西班牙 給他殖民地 西班牙給殖民 所以福利賓現在 福利賓都會說什麼 西班牙語 你如果有機會去 這個福利賓 因為美國跟西班牙建政 西班牙建書 西班牙將福利賓 抹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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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役後 福利賓就變成美國的 可是它是殖民地 本來福利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抹給美國 也是殖民地 這是一個國的法的規定 所以 台灣 一清條 馬關條約 清條 抹給日本天空 臺灣本來是清朝的拓殖地 殖民地 掛以後也就叫做殖民地 日本天皇怎麼這麼好 因為那時候他國家很強 他這個國家很強 他在這裏著這個 政治的國際法來很多 他看日本天皇建議 你如果想要把臺灣變成你自己的土地 他要造成黃民化 什麼叫做黃民化 黃民化就是說 這個殖民土地的人民要去學一技 我告訴你 北海道 日本的北海道最北邊的土地 原來也是日本 帝國的殖民地 為什麼要變成日本的 因為北海道造成黃民化 北海道造成什麼人在大 跟我們臺灣一樣原住民 原住民 日本叫做艾奴族 艾奴族呢 不要說是藝 說他艾奴族的位 所以日本天皇在那個地方 形式是黃民化 黃民化以後 只要讓整個北海道 議議政策 都給他跟日本一樣 然後宣布 實施日本的憲法 明治憲法 然後這塊土地 在國際法的規定下 變成日本的神聖不可區分的領土 所以臺灣 1895年 馬官朝他後 日本天皇 他怎麼會甘願 拿這多錢來臺灣 因為 他是覺得臺灣這塊土地 他上台也沒有這樣 上台臺灣 他拿到的時候 他說海啊 臺灣以前不是像今天這樣 臺灣的疫情是什麼 農中沼澤地 那照例書上看 臺灣你如果 篩順 為那個 臺灣海峽過 看這個 臺灣這個臺灣 臺灣這個臺灣 都是爐子 爐子很多 這個地方 沼澤地 而且呢 瘟疫很多 瘟疫很多 就是說 臺灣人 他不是說 臺灣人以前的生命很低 差不多三四十歲就過世了 所以 日本當 剛才開始來接這個 罵罵罵罵罵 來接臺灣的時候 他爬的軍隊 還要說 他爬一群的人進來 都沒有戰爭 只爬罵死 他就接一段 所以日本那時候也很頭髒 他說 這個地方賣大 他這樣也要賣掉 賣給什麼 賣給法國 一億美金賣賣 賣給什麼 賣給美國 美國那時候 因為剛才去買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很小 五百幾 沒有到一千萬 會美金賣 美國為什麼要買阿拉斯加 這歷史上還有很趣的事情 美國就一七六年 跟英國戰爭 獨立戰爭 獨立戰爭的時候 有很多國家在幫忙美國 法國最快幫忙 法國出錢出力 這個蘇聯 蘇聯的風帝 借給美國錢 借給美國錢 但現在美國董立了 董立以後 蘇聯的風帝就給他賺 他說 欠我的錢 你不要賺 美國想不想說 美國總統說 我就沒有錢 不然要怎麼辦 他說我有一個辦法 這樣啦 我沒有在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沒有效 當初來說 阿拉斯加是都冰雪的地方 很高的 都零下幾十多的地方 沒有效 這樣啦 你同意阿拉斯加廟 我美國 我美國來開火 開一個國火 把他通過 所以美國的國火通過 他買阿拉斯加的時候 美國的人是 罵這個總統罵到要死 你賺這麼多錢 賺這幾百萬 其實幾百萬是 你行蘇聯的 那當中的舊款 買阿拉斯加無路用的土地 但你看看 現在看起來 美國買阿拉斯加賣得很中 賺很多 賺很多因為 顏色都舊油 沒有人買的東西 他買起來 所以有時候 吃虧就是占便宜 現在再來說台灣 台灣 那當中 日本有想說 阿不然我賣法國 阿不然我賣美國 兩個都賣不成 所以日本這個決定說 這樣好 這樣我來開發這個台灣 所以這裡賺很多錢來台灣 真的去開發台灣的是什麼 是日本的皇帝 日本的帝國 大生 他派一個叫做八田羽衣 那個嘉南水準 他創的 我們今天有美好吃 有可以種植 什麼叫做八田羽衣 八田羽衣 他做的那個工廠 由嘉南水準 那個原來的到 在這個西海灣這邊的 嘉南水準的長度 碧蘭萬里長什麼 更長 這很少 八田羽衣當中 東京第一台比陰的時候 日本天就派來台灣 還有一個人很厲害 就是 歐多辛輩 厚騰辛平 厚騰辛平 他是民政長官 二十幾歲就在台灣做民政長官 第三年 他也一樣 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真真真用心在這個台灣 所以你現在說 看到這個國民黨說什麼 什麼日本竊距台灣 我告訴你 實在說 如果真的要說他對還是不對 我是認為 國民黨說的 台北不對 怎麼說 國民黨你來台灣 比日本人來台灣 還比較累 日本人來台灣 沒有像國民黨說 二禮拜 死那麼多人 二禮拜四幾歲 你們知道的人 牙手 四幾歲 你們知道幾歲 蛤 蛤 幾歲 七八萬 七八萬 那你的數據 數據為甚麼 聽你的口 你不要說聽我的口 我告訴你 你還聽我的口 我告訴你 台灣人 真的不知道 一禮拜四幾歲 我告訴你 台灣那時候 是六百萬的人口 就剛才那時候 建政剛才結束 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五年 剛才建政結束 一九四千年 二月二月 發生 發生 二月 經過十五年 一九六二年 明天 選議會開門 新議員 問那個 警政所 的書長講 日本人 在我們台灣 做到很好的一步 就是 蛤 蛤 蛤庫 你們小看 戶口制度 全世界 跟日本跟台灣 有蛤庫製造 在美國你看蛤庫製造 沒有 你在美國要 穿一個蛤庫 要穿 沒有 he穿 沒有他穿 在美國要請負責買的就請 郵局 拿你的出生證去郵局請你的 那是美國的負責 負責最多做得最好的全世界只有我們跟日本 你如果有出事就要去補 如果有希望也要去補 所以這負責最多 日本人他做得有夠好 那以前負責褲子 台灣負責褲子 人家問說一舊 六十年 請問你負責褲子 在台灣有多少人 他說當時台灣有負責 但是沒有那個人的十二萬六千 十二萬六千沒有 但是那當南融建徵死去的 現在放在日本的全國身世的 有幾個 三萬九千一百的 所以十二萬六千靠到三萬九千一百的 剛才要再七萬了 所以說 台灣在二十八 市場裡面 市差不多 我六五個 六七萬走下去 六百萬市 六萬到七萬 給你算六萬了 平均一個家庭 有一個人 僵棄了 所以台灣人那時候怎麼 走 到六百 我相信你的父母 不要跟你說一句話 政典不能插 或是說政典不能管 有喔 你不要聽到這句話走下去 差不多都沒了 為什麼會變這樣 那個標誌說 那當中的國民黨 替台灣人 替你台灣人替得嚇到 你們不要說 嚇到現在也要去嚇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 我真的聽說政府兩個人都煩惱 這是不是叛變組織 會抓他死也不 不用煩惱啦 如果要抓他死我生死了 是不是 我們上課到現在四年了 我們都沒事情了 所以你們這裡 安安是不是這麼多 賣是怎麼賣 因為我們後面有大人 那大人是什麼人 美國 對 美國是我們台灣民政委 保障的 根據 主要根據 台灣說到那時候 本來要賣法國 還是賣美國 賣不成 賣不成 日本人就想說 我來建設台灣 所以你要看 日本人用很多心會 在台灣 例如 你們現在看到台中的車條有嗎 高雄的車頭 現在把它刷在旁邊 那個族的車頭 那都什麼人去的 你知道嗎 日本人去的 新的車頭 也日本人去的 你想想 你知道嗎 日本時代到現在 差不多七十年了 去的車頭到現在 搖過去營 你現在做那隻 做代替 替路什麼人做的 日本人 國民黨的味道 說什麼流明船 流明船是 你實驗性的 那個車道 那個車路 事件不一樣 去一條條 我們現主是 你用的這個車頭 這個鐵路 他不會說 是日本人 完全是日本人 設計的日本人用的 你看 代替 你有注意嗎 代替 你飛車在小三親的時候 飛車是 走兵還是走兵 你別想嗎 走兵 對 日本 你去日本 我去日本嗎 你去日本 開車的時候 你走兵還是走兵 走兵 你只說 你就知道 那個車子有什麼人去的 日本人去的 你不能去 所以他說 倒兵吃兵 要把他換掉去 換掉 這整個電器設備 不是說 你要換就換 所以這個鐵路 就是日本人去的 所以 坦白說 日本人 在台灣 日本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真的有心 看待我們 想台灣人 由殖民地 變成 日本人 他這樣做 所以這些 1915年的 市委催一 實施 明治憲法 明治憲法 一個時候 他選擇 日本天皇選擇 給台灣人參政權 跟參戰權 參政權 就是台灣人 照常可以 在日本 參加國會 那時候可以 派三個 參議員 五個 眾議員 已經 已經 在日本開會了 所以 按照 萬國公法的規定 只要在這個土地 實施 萬國 憲法 這個土地 就變成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有這點的規定 所以中國 到今天為止 他沒辦法 拿台灣的 原點在這裡 你不能 驚討 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給你看一個圖 清朝那時候 台灣的地圖 在清朝的時候 台灣的地圖 就是這個 清朝那時候 台灣的地圖 是這樣 我們要問中國 你胡錦濤也好 江澤民也好 胡錦濤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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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人都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是 自古以來 就是屬於 中國的一部分 請問 你這個地圖 看 這當時 一七三五年 法國人 為 我問你 這個地圖 就看得出來 台灣是中國的 真正說 它的 也是一般而已 這邊也沒有 對不對 這是什麼 不是它 這邊 它是它的拓殖地 它就是派的人在這裡開墾 開墾的時候 都什麼 分成六區 六個區 真真正 台灣那時候 開墾的人 日本人比 中國人更多 那個 你在台南這個部分 你看看過期的地圖 日本人的房子 比中國人的房子 比較多 所以表示說 是日本人比較早到台灣 那是因為在幕府將軍的末期的時候 有一個幕府 規定說 它就變成鎖國政策 所以不可以出來 所以那時候就中轉了 所以台灣 你只用這個地方 跟中國說 台灣自古以來 不是你中國的一部分 他現在也改了 由當時改 由副領導跟歐巴馬的開會 公報裡面 副領導主動改的改 改成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不是它的土地 所以我跟你說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跟你說 不是九十九 百分之一百告訴你 台灣已經不會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且中國也不可能拿到台灣 你怎麼沒有反應 你聽到有意思嗎 你就是要來拿台灣 變成世界大戰 所以你面對 頭上來想想 中國 從以前到今天 不要打一張飛團 不要打一張穿紙 來台灣嗎 不要嗎 不要 他只打一打 金毛媽祖 金毛媽祖是在中國的 沒有法獎 包括1996年的飛彈危機 李定位說一句話很痛苦 那不用擔心 那空包彈 李定位怎麼知道那空包彈 因為中國要打這個飛彈的時候 先跟美國說 不是說中國的情報員跟李定位說 李定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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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國跟美國說 等一下 我要打這個飛彈 但是我飛彈來扛 你不可以美國 借機會 來攻擊我中國 那裡真的有炸藥的時候 灰彈裡面有炸藥 他如果打出來 剛才前後 有美國的航空母艦 剛才反擊的時候 中國就累了 所以以前跟美國說 我打的是空包彈 我是演習用的 所以 他這個空包彈打下去 李定位說孫總統 他說不用擔心 沒有啦 我有十八班的劇本 那是空的 他怎麼知道空的 被美國說 所以不是說真的 台灣 中華民國 有做什麼情報跟中華民國 真的不是啦 李定位 他不是說 李定位說過 一般一般 這個建政法 是李定位叫我去研究的 但研究以外 李定位 李定位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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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研究好了 但是不要公佈太早 研究後怎麼沒有公佈 他說 台灣 從1945年到現在的危機 台灣人的頭部已經小了 他在九月裡跟台灣人說 你們是中國人 你的祖先都是從中國帶來 那不行 你不行不直接 我們真的我們的祖先從中國帶來嗎 我跟你說 我說幾個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你們家裡都有悉事嘛 結婚的時候 什麼人坐大圍 什麼 新農新娘跟別母坐在大圍 要叫什麼 毛骨啦 對不對 毛骨坐大圍 這是平埔族的方式 還有 你們家裡頭 如果 滿意有松書的時候 如果媽媽過身去 要奉頂儀情 就是那個冬柴要頂那個頂儀情 什麼人要來看說 有問題嗎 什麼 沒有 這都是平埔族的風俗 還有一個最明顯的 過年的時候 你媽媽 都在廚房在拜 拜什麼東西 地基祖 是地基祖 你們知道嗎 知道地基祖的頂儀情嗎 地基祖就是土里公 家裡是土里公 地基祖就是 我們平埔族的風俗 風俗 所以人家說 有床山公 沒有床山 媽 那句話從這裡來 所以很清楚 台灣人絕對不是從中國移民來 要用比較康復的方法 你去檢討 有啊 媽媽給他病院 有一個醫生叫做林瑪莉 女婦的醫生 他提到台灣人 差不多三萬四萬的檢討會 他公佈 百分之九十八 都是平埔族的 甚至呢 你的火裡面 那個DNA 他把你檢討出來說 你打開了 你的祖先從哪裡來 從中國來 百分之二不到 那個火裡面 這是最大的科學方法 所以 你講得比較簡單 現在中國人很多在台灣對不對 你比較一下 中國人的民族跟台灣人的民族有一樣嗎 絕對不一樣 因為台灣人的民族跟什麼人比較像 跟日本 這很特別的就是 但是因為教育的關係 教育的關係 那個課本 從頭到尾實在是騙 跟我們騙得很嚴重 第一 台灣沒有光復節 台灣打敗仗怎麼會有光復節 怎麼能夠收復什麼土地 台灣沒有 既然台灣如果沒有光復節 後面的課本所寫的都是有問題 再講前面一點 講屆時說 他對日抗戰 宣布八年抗戰 你知道 對日當時抗戰 中華民國對日本有宣戰嗎 中華民國對日本有沒有宣戰 沒有 從來沒有宣戰過 來我給你看 國民政府對日宣戰的那個文 那個公告 你怎麼注意 這是國民政府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有沒有宣戰 有 中華民國宣戰 那時候中華民國的總統是誰 王政委 在南政 中華民國對誰宣戰 對美國 英國宣戰 所以在那個時候 一級數二年 數一年的時候 中國有三個 第一位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主席什麼 林申 蔣介石也沒有宣戰 沒有啊 蔣介石的名字還排在後面 那時候蔣介石 是行政院院長 他對外 對我們講 他騎著白馬宣戰 十萬青年 十萬軍 一派服演 一派服演 真正中華民國宣戰 是對美國 對英國宣戰 這個宣戰書 不用看這個 這個宣戰書 真正的宣戰 沒有人這樣子寫 後來 國民政府也有對德國宣戰 那個宣戰就對了 宣戰書裡面一定要解 我從幾年幾月幾日幾點 正式向某某國家宣戰 這樣才對 所以日本人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對中華民國宣戰 沒有對國民政府宣戰 所以到今天為止 日本說 我沒有侵略中國 中國 我只有在中國 進出 你還沒出來 這樣而已 他是照歷書來說 九戒九 當時是行政儀議長 他是怎麼宣戰 那時候三個中國 一個王晶瑋 在南京 有宣戰 對美國 跟英國 還有一個毛澤東 在延安 另外一個國民政府 就是六月中 九戒九 就說這就是他中華民國 NO 其實中華民國的總統 在1949年的12月3號 蔣介石 走來台灣 宣佈什麼 復刑事事 中庭毅 他好像當時有死的 我整幾天 他自己宣佈說 我回來做中庭毅 那不可以 如果你們開公司 那絕對不通 所以蔣介石到今天為止 他是不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不是 他總統是他自己任命 假的 真正中華民國總統什麼人 李中仁 李中仁沒有來台灣 要走去哪裡 他流亡走去美國 他是真的中華民國總統 流亡在美國 蔣介石根本就不是總統 總統是他自己好的 我是當總統 叫一些國民台台大會 老代表來臺灣 被他進去演戲 所以那些老代表 跟路面也不要落台了 你總統要做 我代表要做 大家本啊 台灣是 因為 因為他當時 他叫四五年 到現在 真正是 讓中國人 讓國民黨 站在我們的頭角上 剝削了 因為台灣人 他剝削台灣人 不要反抗嗎 不會 還放鬆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 嚇到 你知道白色恐怖 恐怖什麼聽到 你們聽過白色恐怖 今天你說話 明明就沒有了 我還記得我在建中 讀書的時候 我有兩三個老師 今天在上課 建中沒有了 老師 因為 他說一些對國民黨 不理的事情 建中沒有了 路邊那些老師 聽說 打死人 打建中 兩三個老師 我們學生孩子也知道 現在知道怎樣 點點 走到要死 敢說 不敢說 啊 那台灣人的個性 是什麼 很普通 走走走走走走走 真的黑白做 我問你們打招呼 是要做什麼 改善你的生活嗎 NO 你們要做什麼 交稅金 那台灣人是這個 全世界的民族裡面 最喜歡賺錢的 就是我們台灣 不敢 以前台灣四小龍 鴻公四小龍 台灣人 他說那個 蔣經國還是蔣介石的功勞 真的嗎 當然不是 你看現在的外路 從東南亞的外路 他們有打招嗎 有沒有 你自己說 他們非常的打招 男朋友做苦力 男朋友做 男朋友做 我們家裡的用人 什麼工作就做 這條水管很垃圾 他也放下去做 所以在那個時候 酒街酒和酒建國 在台灣的時候 為什麼台灣人會這樣好走 不是說台灣人比較打招 是因為美國 對台灣來說 他是 是蔣介石的國 蔣介石的人 他要開放他的家裡 給我們台灣 他自己買的東西 你做的東西 他都自己買 但是他不去買 東南亞的東西 所以我們東南亞的東西 做出來沒人買 沒人買 他就沒錢 所以 經過那幾年 美國是台灣的 尖廉全國 那是 貴金山佛明條 二十三條的規定 他給你買 他給你買 然後剛才那個北韓 南北戰爭 那個北韓 那是內戰爆發 那是北韓 戰爭爆發 剛才很好的 外南也建政 美國用這個地方 所以台灣人賺就錢 所以我們這裡 有那段時間很風光 現在不一樣 現在國民黨為了 要跟中國 要去幫忙中國 美國是希望 用你台灣去幫忙中國 讓中國 不要變成共產的國家 不要變成 那個共產主義 所以他 美國他願意 協助 這個協助 還是我們台灣人 所以台灣的資金 很多都走到中國去 走到中國 錢 有賺到錢 所以你看看 去共度 投資的人 十個裡面 八個甚至九個 賺到錢 都不能回到台灣 所以你台灣的經濟 要怎麼好 所以現在只有一點 我就叫我們台灣 就是用法例 跟美國說 我建政法 你美國你是我台灣的 將來全國 你 沒條件 要幫忙台灣 這種情形跟什麼情形 一樣 跟波多利哥一樣 美國跟西班牙 建政 伊耀 西班牙 掛四個地方給美國 都是殖民地 波多利哥 關島 古巴到菲律賓 你叫菲律賓 你叫菲律賓 掛給他了 菲律賓人很聰明 菲律賓的人說 我現在掛給你 沒有不對 但是你要在我 菲律賓成立 菲律賓民政府 美國沒有 美國每次都賴皮 他沒有成立 所以菲律賓娘 組織尤其隊 跟美國結 菲律賓有幾千的賭 菲律賓人 那些人比較知道地勢 和美國的 成功的軍隊 用油脂劣 才會分 那幾十年 美國說 不要再拒絕 來來來來 來談判 阿企諾 他的祖先 就是 菲律賓的總統 不是 國父 他跟阿企諾說 來來來 我們來談判 這正一個法律 1934年 訂了一個法案 美國的一個 跟菲律賓的一個法案 說這樣 我又通知十年就好了 那十年為什麼要通知 因為菲律賓生產的東西 他美國要拿 以前造行 咖啡 都他要拿 那是殖民地的 佩愛就是佩愛家 經過十年 菲律賓有獨立嗎 很抱歉 1932年 經過八年的時候 日本 將菲律賓擠起來 擠到菲律賓以後 日本人 有很機器的 在菲律賓選佈 非兵民政府 那兩年 兩年以後 麥克阿瑟 還在反攻 還將菲律賓拿回來 1934年 拿回來 過兩年 剛好 美國剛才關十年 他救四六年 會七月娶時 美國主動幫忙菲律賓說 選佩獨立 大家來幫忙 菲律賓是這樣 啊 阿古巴呢 這美國也很壞 美國呢 一開始 他就說 因為古巴在美國的旁邊 還看得很賊 所以他打這個西班牙 他是故意 現在 歷史上有人在說 美國人挑戰 在 古巴 將一隻美國自己的旁 他打掉 阿誘賴給西班牙 你如果將我的旁 把他打掉 他他宣戰 阿永永宣戰 西班牙也不符 三天而已 就都輸了 阿這個事情 我去想到 南韓有一次 有一次旁 在南韓的白頭 勃扎 我懷疑 我先說我懷疑 美國人知道 為什麼美國人知道 那時候叫南韓 打北韓 但是南韓不為首動 他也去跟日本說 欸 你買什麼武器我都給他 日本人說 我為什麼要 北韓也說 我不要 我要發展經濟 所以我說 有時候美國人很壞 有時候呢 不能太誇張 我在鼓勵 尤其我們這些年輕人 打那個健全法 對我們台灣 有很大的好處 至於波多黎克跟台灣的關係 我們 明天早上再來說 謝謝各位